另外我也提出了一宗新聞 很好笑 就是當天星期二 在蘋果日報 你知道蘋果日報最好看的 有時候不是貼士的 就是那些 花邊新聞 那一段文章 它這樣寫的 拿不回一百萬磅 馬主告外籍連馬斯標題 那是周哥的 我不知道周哥我不認識他的 這段故事 有一個外籍連馬斯幫忙入貨 途中就發生了一些事 這段報告就說最後心儀的那隻馬 就進不了 這個連馬斯又沒有回水給馬主 一百萬磅是說什麼 英磅 英磅 就生氣了 這個馬主打算告外籍連馬斯 那應卡馬就出了手 那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這個故事我最近都聽了一個馬主跟我說的 又好像疑似的故事 但是我就好像不是這個價錢 還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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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話說這個外籍連馬斯呢 他找到一隻馬 就留現在被騙的馬主 那被騙的馬主其實已經呼之欲出的了 那我給少許提示大家的 上個星期二有贏馬的 這個馬主 這個馬主 即是他的家族是有贏馬的 上個星期 即是聖誕節的日子 上個貼士就是家族 家族 這樣就完了 即是他養了很多馬的 那我就留他了 但是當初他在想的時候 就問過其他馬主 那因為這個外籍連馬斯就請了一個秘書 是華人來的 嘩 這個是大貼士的 你知道這個有法律訴訟 我不是隨便說的 是啊 夠了 那他就周圍問過有沒有人有興趣 那我就問到我認識那位馬主 哦 那他就說喂 有沒有興趣啊 那他就有興趣 就是通常你知道 這個外籍連馬斯找到回來的馬 都嚇得死人的 哪方面嚇得死人的 即是那些戰績 哦 戰績 筍野 那就是開這個價錢 一球 但是是不是磅呢 我就不肯定 當日好像說歐羅的 歐羅不是更大嗎 歐羅都差不多 更厲害啊 接著 接著就是 這個到晚上 就是這個我認識的馬主說買了 但是呢 對方晚上就打給這個馬主 跟我這個雙熟馬主說 哎 不好意思啊 這馬呢 茂某家族呢 說用了一百二十萬買 哦 多過你那個家族買 是啊 然後就不好意思啊 最後都落實了給他買 當然我認識相熟這個馬主 當然是媽媽的聲 喂 玩嗎 那你為什麼不問一問我 八二可能我也買呢 或者我開高一點 是啊 是啊 最後都 嗯 那真的被對方買了啦 那這個故事 這裡和這裡有些出入的 嗯 就說去匯款那裡呢 這個匯款是退款給你 不是 這個通常現在很流行的嘛 嗯 就是那個煉馬師會跟你說 那你匯款給對方啦 啊 就給你帳戶 那話說實在 就是對方那個煉馬師呢 就是賣給你 外國的煉馬師呢 就被黑客入侵 那些錢又可能有些出入不見了 那就嚴重了 那怎麼樣啊 那哪有負責呢 嗯 那這個馬主當然 就是 投到這八 用八二萬投到那個馬主呢 那當然是炸了刑啦 那就問那個煉馬師怎麼樣 那煉馬師就 自然不易對啦 喂 那看一下又要報警啊 怎樣的 跟著呢 就好像呢 就出了律師信給這個煉馬師了 哇 那可能這件事就吵到 可能他到 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件事 吵到 不過就是很近磅了 整個故事 吵到上主席了 現在是吧 那你一定要拆架 因為如果你 你知道啦 我都說香港的賽馬新聞 衰的那些呢 是不會過一天的 我不是說謊話 不會有一單衰的新聞 除非是我們官方要做死的那些人 如果不是呢 那些新聞不會過一天 你記不記得今年《蘋果日報》燈的那一單呢 是香港賽馬會炒焦了那些基金啊 竟然輸大錢 輸大錢嘛 你看那些新聞出了多少人 是出了一天 第二天全香港沒有報紙報告的了 這件事也沒有根尾的 一個屬於慈善機構 其實賽馬會是慈善機構 一個這樣的組織 沒有人跟進的 香港對於賽馬負面新聞的報道 很少會過兩天 不會的 你看到的 大家留意一下 不會的 除非他有心說 就是鄭玉田事件就是了 可能他想殺一警八 所以鄭玉田事件就不停說 不是就不會說的 譬明現在香港買馬制度呢 你說好不好呢 見仁見智啊 是不是 這個利馬斯 今年成績 異常低落 嘩 又有第四個提示 是啊 真的很差 差到你不相信 因為我那天任馬場 就見到他跟一個大騎師 蘇紹輝 蘇紹輝和他 即是想打拚 蘇紹輝打拚 他就說 咦 蘇紹輝 可能說他 你那些什麼都不盡 怎麼贏啊 騎師投訴 即是那個感覺 趙回頭 是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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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紹輝都不像 很開心 那感覺是 即是這個 有些爭執 即是有些爭執 即是有些爭執 我相信這個利馬斯 不是想 好像報道那樣 想騙人 但有時候 你是 在走衰運 而且這個利馬斯 是出名 是很喜歡叫那些馬主換馬的 是嗎 那隻馬不行嗎 換一隻 喂 立刻拿這張菜單出來 我現在 我現在的A準 有八、九隻馬 這隻跑什麼打比 你買這隻 百四萬 歐羅 益你的 益你的 來到香港 可能評價百零幾分 今年打比 這個利馬斯 這個利馬斯 一向的作風 都是傾向 是喜歡叫人來換馬 但是呢 他很邪 邪在呢 其中一個鎮倉寶 在外國死了 參加比賽 第五個貼士 第五個貼士 嘩 鬼形鬼星的 這隻馬死了之後 這隻馬死了之後 因為名字太好 是 死了之後 三個字 就走光了 衰魂 加上 他跟前度的負鏈不和 換了負鏈 我新的負鏈 我這次看過 那個負鏈畫挺帥 但是 帥哥也不代表 可以震慶到你的馬 我以為 金童玉女 會這樣配合一對 那些是太后話 你知道 現在不是選 香港先生 我看 這個年輕的負鏈 不知道 可能幾十歲 但是樣子很年輕 那真的能幫到你馬房呢 還有 這個馬房一向的營銷手法 但是 是不是 整天都可以呢 這個就是這個問題 現在 就是說 應家伯出來 應老出來 就是想拆電 那接下來 如果你看看新聞 好像拆不定 最後又很豐會路轉 不過就 不過這個馬主 你知道 一向都 都養得頗多馬 雖然 但是他有 但是因為 你的感覺 不是他覺得 他養得最多馬 因為最多馬當然是蕭先生那一群 就是 不是壯師妃 就是 接下來 他這個禮拜會出一隻 又出一隻 吸手的東西 總之今個禮拜也有出手 勇闖者 蕭先生 我記得 就是 他專門有很多吸手 但是這個馬主 養得不少馬 還是上個禮拜二 有贏馬的馬主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有一個 他會 吃得到 你 有一個 你 他會 有一個